Hello,大家好,今日跟大家分享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但是现在国际其实一定是围绕着中美, 包括俄国、俄罗斯,三个国家瓶瓶转而已, 是讲的是乌克兰的形势, 现在外面包括美国,它又官、媒、民间, 不止前日,星期六日左右, 美国CNN突然间有一个突发的消息, 他们收到消息,就是美国判断俄罗斯是星期三, 如果计时效就是明天, 就会出兵去打乌克兰。 那个形势,美国立刻表态, 就是如果俄罗斯真的这样打, 美国和盟友就会立刻很果断去执行, 令到俄罗斯是真是很伤的, 表示很献绝, 接着乌克兰就邀请拜登,你来我这裡访问, 你来到表示的政治姿态就很强烈了, 从俄罗斯的角度,当然是希望能够有美国更出面的参与, 是吧?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来讲, 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这个情势, 我很强调现在讲这件事, 很可能一到星期三之后, 或者两边的形势一变, 很可能眼前这一刻的分析是一个方向性的, 不是一个结局性或者结果性的,是吧? 大家就说你讲话这么缩骨的, 我说不是,这个不是缩骨问题, 这个是反映国际或者政治上的千变万化,是吧? 中外古今都是这样的,是吧? 好了,眼前大家值得估计的, 为什麽美国的情报收到俄罗斯会星期三出兵呢? 所以你见清出那麽转了,西方盟有马克隆意大利等等, 分别是跟俄罗斯结, 俄罗斯又在那裡摆款, 马克隆来到来讲,我跟你隔开十多尺, 这个就等于当年战国,春秋战国的时候, 硬鹰去到别人的国家,你要经过九龙进入岛, 即是一模一样的,要羞辱你,法国当然不让你羞辱了, 我不会让你这样经过你的检测的, 我只是我自己检测完之后,我告诉你没事, 你见不见?这就是讲力,力的平衡而已。 好了,我想讲的是, 为什麽美国在这时有这样的情报信息出来呢? 还找CNN是突然间停了那个新闻来讲出来的, 而大家较早估计就是, 应该在北京冬奥完结之后才有行动的, 为什麽在北京冬奥未结束之前又有这样的消息出来呢? 我只是摆个现象而已。 好了,其实现在大家又很可能忽视了另外一点, 我先将所有综合的现象放出来, 就是两岸,大家两岸都估计 不会有马上即时的兵庸相见的, 但是刚刚没多久,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相对比较友好的, 国民党都發了一个讯息出来, 讯息的方法不是直接用一个声明等等, 是一个讯息, 讯息都有很多不同级别的, 你看看他们在他们的Facebook、国民党那裡都有的, 现在就看看他何时会不会变成一个正式党的声明。 裡面又讲什麽呢? 就是反对大陆, 你不要这样穷兵独武, 但是他没有用这样的字眼, 他用的字眼就是强烈谴责, 大陆对台湾是有这些武力上的威胁, 其中不单止是讲两岸是远一点的, 是这个涉及到南海裡面的东沙诸岛, 大家都知道在那边台湾都有一个根据地, 而且是最大的太平岛那边,是吧? 好了,现在国民党的声明裡面就说, 现在东沙诸岛离开高雄大概是240海里而已, 已经不单止是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还在台湾列为岭海基线, 即是说现在都在那边有军机, 大陆那边有军机等等, 国民党都觉得这个是不可接受, 所以是强烈谴责。 较早时候国民党红秀柱亦都跟大陆很合纳去访问等等。 好了,将俄罗斯的形势跟两岸的形势放在一起的时候来讲, 大家看到如果是外交界, 它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个政治的作用是大过真正军事作用的, 大家都估计两岸最单独在二十大之前, 应该不会有些什麽真正的战争, 除非台湾方面有些什麽很明显的台独行为出现。 如果是这样来讲, 这样台湾就很不智了,老实说, 现在一定是用时间来换空间, 好过你挺而走险的。 所以你见较早时候, 中庭耀他们的香港文言, 香港文艺研究裡面提出来的调查, 香港人对蔡英文的评分其实很低的, 一直在下降, 就是因为香港人都不赞成台独,是吧? 好了,去到这裡的时候, 大家就说为什麽既然形势是这样, 为什麽又好像慢慢向这个临界点推过去呢? 不妨既有现实的形势分析, 亦都有中外古今的权术, 或者谋略的角度来分析。 好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假如俄罗斯现在与乌克兰的紧张关係, 又将美国与欧洲的注意力引到那裡的话, 你说在客观效果上, 是否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压力? 这个在三十六计裡面, 这个是叫为维艺救召, 总之你两边,俄罗斯美国碰撞最好, 美国对中国压力便减少了, 是吧? 这个是很自然的推论就会出现的了, 虽然美国那时候在克林顿, 在布殊,在奥巴马的年代, 他们都先后经常讲, 美国是有能力同时打两场战争的, 是讲过的, 但是两场战争的规模是很不同的, 还有那时候讲与现在讲又是不同的,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 第一它根本不想打仗, 因为你看它现在面对两大问题, 第一疫情, 第二经济, 美国的通货膨胀自从2018年开始, 到现在是很高的, 我只是将这些形势讲出来, 不是说究竟哪边最后会赢, 其实这个你现在眼前这样的中美俄, 已经不再会有一个是毒赢, 而且是自己没有受伤, 已经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了, 一定是某个方面占优或者伤害少些, 但是一定有伤害的, 所以大家计算这些的时候, 不是计算惨性, 而是计算大家是否可以不付出代价, 不付出战争代价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变成现在总体的布局, 就是美国的角度, 因为美国的角度都很重要的, 美国的角度第一, 我觉得它不会真打, 它也不会打, 你见过美国三千士兵不是进入乌克兰境内的, 也不是去到前线的, 即使去到前线三千士兵, 你跟现在俄罗斯声称, 我说声称它已经12万兵了, 尤其是现在这些, 当然是咛咛咛咛咛打导弹先, 怎会去地面战, 你不是讲人数的问题, 所以第一,美国不会是真正参战, 第二,这一个就是制造了一个舆论外交的牵制, 然后减少俄罗斯的挺而走险, 这个中外古今都是这样的, 你说因为有表面的政治张力, 然后才是显示内部的拉力, 这个无论当时美国轰炸中国, 纱斯拉夫大使馆,到后来即是海南撞机事件, 跟着到后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各方面, 这个牌要打得畅顺是难了的,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宣传战来back up支持背后的港数, 讲数,跟俄罗斯讲数, 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 当然我不排除, 真是两边谈不备, 有某个程度上的兵庸相见, 但这个美国一定是赤身的, 一定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乌克兰本身的利害, 当然这个涉及到会比俄罗斯吃多少, 还是整个吃完,不是单单克里米亚等等, 其实这个又不是单单一个国与国之间,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问题, 还是俄罗斯整体的民族问题, 因为如果是这样, 大家追溯一下, 在那裡的俄罗斯的民族, 整千年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有很多磨擦, 如果你说简单理解,不是绝对相同, 但简单理解, 即是等于中国跟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之前还有兇奴等等, 是数以千年计, 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能够解释的问题, 所以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既有眼前利害, 因为乌克兰的石油储备是很丰富的, 即使俄罗斯现在跟欧洲本身的石油供应等等, 乌克兰的作用,我不详细分析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找你的资料, 所以去到这裡的问题, 你说美国怎样解决俄罗斯民族的民族问题, 它只是不要相对西方的利益, 所以俄罗斯说其实你这个北约后来扩大, 又将去到东欧,现在去到中亚地方, 俄罗斯觉得你美国其实在扩大, 影响俄罗斯的安全, 所以俄罗斯又要连销大打, 我经常说你以为俄罗斯真的无兴趣去侵略乌克兰, 从各方面都有, 但是你说美国又是很纯粹出于道义, 这样去扩张去到中亚地方吗?又不是, 大家看看美国在阿富汗战争裡面, 你会看到初时他要求巴基斯坦在下面, 给条路我上去, 中亚地方,因为两边夹击,当时泰利班, 到最后搞定了, 但是美国是没有移走的力量, 跟着投资就去,虽然不是真正的投资, 跟着扶植那时候, 泰利班之前的阿富汗政府等等, 其实这些来讲, 我都说这不是历史的重复, 因为从来没有间断过, 这一类被政治搞祸,被利益搞祸的事件, 从来没有停顿过, 所以历史并不是重复, 历史只是继续在演进,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所以看透这些问题, 大家当然祈求不要有任何的战争, 大家又影响不了, 所以只能够透过这些事情提高自己的认识, 我经常讲心态驾遇事态,眼界决定境界, 这些来讲,你说做到多少就多少, 眼前当然是抗疫为主,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